我們請丁麗君醫生幫我們負責 接著這個講座 丁麗君醫生是一個精神科醫生 他是一個英國衛生學的碩士 他是大學醫學院的教師 他曾經在加拿大、日本、泰國 和加拿大做一個訪問的學者 他在教學方面除了是教醫科學生之外 他還有就是教 我們有機會聽他說 關於Indian Medicine 還有就是預防醫學護理學生 此外他還在夏洪市的公安局 人民防空辦公室 做他們的外病心理學專家 今天丁醫生為我們講的題目 也是一個世界上 我們現在暫時來說 是越來越普遍的一個萬聖的陳述 就是關於抑鬱 我們請丁醫生和我們主講 戰勝抑鬱的方法 我們請丁麗君醫生 春天的主席 最近的各位專家 各位來賓 大家上午好 非常榮幸 有機會來澳門 和大家分享這樣的一個話題 這個話題呢 其實我真的是命題做很好 這個話題的時候 我其實覺得這個 是個很大的話題 怎麼樣去談論這個 怎麼樣戰勝抑鬱 那我也考慮了很久 我覺得戰勝抑鬱呢 它不僅僅是一個治療的問題 如果光我們把這個抑鬱症治療好了 你們說是戰勝抑鬱了嗎 我覺得還是不夠的 我覺得真正的戰勝抑鬱 一定是一個公共衛生的問題 昨天王教授給大家談了 中國公共衛生所面臨的挑戰 我看大家也非常的感興趣 我今天呢 也想把這個話題 就是放在和我們在廈門 做了一個非常大的 精神疾病的流行局調查 把這個調查 和我們這個話題這樣一起去說 同時呢 也給大家談一談 我們廈門的精神衛生 公共衛生的一些狀況 所以我今天 其實跟大家分享的是 一個調查和一個故事 一個關於抑鬱的調查 和關於一個幸福的故事 希望大家能夠喜歡 我昨天感冒了 有一點點 現在處於營油狀態 我希望就是說 有一點wondering 就是我看你們外面的 這個老年痴呆 這些宣傳都很多 但是我看了一下 不會發現 心理衛生方面的宣傳 和精神衛生的 我也真的很希望 以後我們有機會 藉著這個基金隊 和下達醫學院 這樣的一個平台 我們能夠有更多的合作 我希望我講的時候 不要跑題太遠 不要讓大家也亡人們 就好了 那我們先談一下 什麼是情緒 那情緒的話 它其實是一副眼鏡 我們通過這樣的情緒 來看我們中文的世界 我們處在不同的情緒的時候 我們的思維 我們所看到的世界 是不一樣的 當我們抑鬱的時候 我們看到的世界 可能是灰色的 當我們心情好的時候 我們看到世界是明亮的 甚至你看王教授 來的那個澳大利亞 這個地方 王陽總說是天堂 但是當你抑鬱的時候 天堂它肯定不是天堂 所以抑鬱不大能夠影響我們的思維 影響我們的對世界的看法 它還會影響我們的記憶 當我們抑鬱的時候 我們正在心裡的情緒 相關性的記憶 當我們抑鬱的時候 你去想你過去的事情 你完全想不起來 你快樂的事情 你想的全是你的痛苦的點點滴滴 但是當你心情好的時候 你想的全是跟你朋友在一起 歡樂的時光 它不但可以影響我們的記憶 還可以影響我們的什麼 那些慘夢 還可以影響我們的夢境 當我們抑鬱的時候 你做的夢都是噩夢 那什麼是抑鬱症呢 我們的抑鬱症 就是我們帶來一副漆黑的眼鏡 去看這個世界 它是我們 就是說 感覺到不幸福 和感覺到悲傷 這樣的一個大名詞 但是抑鬱症 並不是說 我今天 老闆批評了我 我回去心情不好 我就抑鬱了嗎 我就得抑鬱症了嗎 不是這樣的 它是要和你的現實情境不協調 並且要超過一定的時間 那抑鬱症 這樣的一種情緒狀態 什麼時候 它變成了疾病 變成了這樣的一種疾病呢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是美國 DSM4的診断標準 DSM5 馬上要出來了 我不知道會不會有多大的出路 但是我們至少目前 我們用DSM4的診断標準 它的抑鬱發作 是要符合以下的九條症狀裡頭的至少五條 包括抑鬱心境 包括快感缺失 包括體重的變化 為什麼說是體重的變化呢 因為我們非典型抑鬱的人 吃了太多 睡了太多 然後運動非常磁緩 這些人可能會增加體重 大部分抑鬱的人 是體重也減少 食育不好 會失眠 但是非典型的人可能相反的 還有就是我們想要到疲乏 想要到精力缺失 我們感覺到 負罪感覺得自己沒有價值 我們也感覺到 我們很難集中注意力 並且可能會有自殺的想法 那麼抑鬱 它是一個很常見的經濟 它有多常見 剛才我說了 我們在廈門 我們2010年做了一次 尤其文化調查 這個調查的話 是著名的 就是國內的尤其文化教授 貝利宏教授設計的 那大家都知道 貝利宏教授 在為我們中國的健身衛生事業 做了20多年的 他剛剛在上個禮拜五 獲得了 就是由習近平主席給他們頒發的 就是最佳五個外國科學家獎 他發了照片給我 可是我昨天晚上講 上網下手下來 下不下來 非常好 就是為我們第一個 是為我們得到這個 輸入的第一個 外籍的經濟物質專項 那他在09年的時候 在《紐約刀》上發表了一篇文章 他是在2001年到2005年 統計了我們全中國五個省的 這個《紐約刀》的數據 抑郁的換幣率是百分之六 這是一個非常高的數字 大家看一下我們在座有多少人 100個裡頭有六個 我們在座可能有多少人 可能會有抑郁 或者是曾經有過抑郁 那我先講一下我們項門的調查 我們項門的調查 會是什麼樣子呢 我們項門這次的調查 是在2010年做的 我們準備的抽樣樣本 是一萬兩千例 那是經過這樣的一個多階段 分成和整群的抽樣 最後實際抽出來的是 一萬兩千零七十一例 那這個課題是我全部負責在做的 那麼80萬人民幣的經費 耗時方式調查的時間就是六個月 然後前期的培訓加後期的數據整理 一年多的時間 做完了這個調查 那我們是用的這個GHQ12 是擴大了GHQ12亮腳做篩查 為什麼是擴大呢 是因為菲利文教授給他 加了一些就是自殺相關的問題 在這個GHQ12以外 那我們同時是用的這個SKID做診断 SKID是要公認的診斷的一個經標準 那我們整個抽樣是由Public Health的這種專業人員做的 然後精神科的護士負責做篩查 然後精神科的醫生負責做診斷 我本人在調查的初期也都上門做了很多這樣的訪談的工作 那我們這個調查的結果出來 我們最後是有89.17%的人完成的調查 我們的調查全程都有錄音 都有錄音給錄音了 那我們調查囊以後 我們下門的醫療障礙的換定率 一個月的換定率是1.62% 那我們中層換定率是3.3% 比如說低於貝利孔教授的調查 貝利孔教授的調查是調查到山東 還有河北還有浙江還有好像甘肅 這樣幾個省份的地方 那我們這麼多人得了抑鬱 我們周圍的朋友 我們的靈里 我們的親人 他們有多少人去尋求專業的幫助呢 在我們下門的調查裡頭 我這邊如果所有的數據沒有註明出處的 都是來自於我們下門的調查 我們只有4.13%的全球專業的幫助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少的一個數字 說明我們要做的工作還非常非常的多 那我們戰勝運域有哪一些方法 回到我們的主題 我覺得這是一個公共衛生的特題 它一定是一個全程的從教育開始 但是教育它不是開始 它不僅僅是開始 它還是結束 因為我們教育是貫穿了我們整個過程的 不但是一級預防、二級預防、三級預防 這個歧視感和併視感 這個問題是要我們處理的一個基礎 如果有這個社會的歧視 我們的抑鬱症永遠不能得到康復 預防 預防這個抑鬱症 發生早期治療和這個治療的應得性 以及有效的治療 這是我們這個戰勝運域中的核心的部分 如果沒有治療 那抑鬱的人可能自傷率是非常高的 所以我們治療也是我們康復的一部分 同時要預防財產 在教育的過程中 我們要教育哪些人 其實我們最重要的是要教育我們的 policy maker 政策制定者 他們的決定對我們非常非常重要 還有我們的媒體 還有我們的政府官員 大家都知道張國榮自殺的時候 有很多人向他自殺 那我們在廈門 我們是去年的時候 有一個人在我們火車站床 在那個麥當勞上的自殺 過後的一個禮拜 我們的心理危機幹預熱線 接到了三個電話 三個人都坐在那個麥當勞的樓上 然後我們給警察打電話報警的時候 警察就非常熟那個地方 他一下就找到了 因為他去老律師 還好那三個人都沒有自殺死亡 我們成功的阻止了他自殺 我也知道 在加拿大阿尔伯塔省 我的朋友 就是Dr.丹妞里 那裡發生了一個故事 他們的阿尔伯塔省的CEO 要關閉他們醫院的300張病床 結果他們的醫生 花了兩年的時間 和這個CEO談判 跟他做教育 跟他去講課 講這個精神衛生的重要性 花了兩年的時間 就是這醫生聯名寫信 他們的落款是 psychiatrist in your backyard 在你後院的精神科醫生 他們這樣的落款 也感動了他們這個CEO 最後他們不但沒有 減少了300張病床 反而增加了800張病床 作為過渡到社區治療 抑鬱教育這樣的一個患者 但我覺得公眾教育 公眾教育其實包括非常多 包括他對這個疾病的認識 他對這個疾病的態度 因為只有不但認識了這個疾病 而且一定要很好的對待這個疾病 才能幫助抑鬱症的患者 抑鬱症的家人教育 我們可能很多人都認為 抑鬱症的家人 他到底是關心他過多 還關心他過少 其實太多不行 太少也不行 我們以前在心理的病房的時候 我們經常有一些笑話 就是說我們抑鬱症的病人 有很多人 特別是女病人 是她老公把她當作一個寶 所以她才抑鬱了 因為她太多的關愛 過高的情感表達 可能會導致抑鬱 但是當一個人抑鬱的時候 我們是要告訴他 你這個抑鬱是由你心情引起的 還是告訴他 這是一種生物學的疾病 目前說抑鬱是有生物學原因的 但是你如果完全告訴他 這是生物學的疾病 有的患者 他就沒有責任感 在西方 我知道 誰還給他講 這不是你的錯 這是疾病的錯 這是生物學的原因 但是患者 常常沒有責任的感覺 不是我的原因 我不用整個疾病做抑鬱 但是在我們東方 用這個方式 不太合適 我們常常告訴他 這個 有一些生物學的原因 也需要你自己的能力 但是你如果全說他是心靜的 他會覺得他沒有失能感 就是沒有笑能 覺得自己不能 當我們當一個老闆的時候 我們接到我們的員工 給我們一張抑鬱症 休息兩個禮拜 這樣的架條的時候 你會怎麼想 你會給他架條 批了趕緊說 哇這個人抑鬱了 不要自傻趕緊休息 還是說 這個人抑鬱是不是裝病 不同的表現 可能都是我們對抑鬱症的 認識的問題 還有患者的 和員工的一些教育 接下來我會講到這個 處理這個 史蒂格馬 史蒂格馬這個詞 非常非常地不好翻譯 為什麼說非常非常不好翻譯 當我們 在用這個詞的時候 我有幾個 加拿大的精神科醫生朋友 他是廣東人 他會說廣東話 我不知道你們廣東話 怎麼說的 他說 史蒂格馬如果用廣東話說 怎麼好說啊 就是翻譯成 史蒂格馬了 他說 史蒂格就是 直接翻譯成 讀音翻譯成廣東話 他就像一個 就像一個標籤 貼在你的身上 你永遠也死不去 他是一個 導致人們拒絕你 或者躲避你 或者害怕你的一些原因 但是史蒂格馬這個東西呢 他包括很多 包括一個社會過程 他是我們經歷的一種被歧視 同時也是我們預期的一種偏見 當我們得了孕育症的時候 我們可能不敢告訴別人 是我們預期到 可能就有這種偏見 我們還沒有得到的時候 我們就有這種預期 同時他是被排斥 被拒絕為特徵的 但當史蒂格馬呢 他還有三種的這種特徵 他預期的時候 他是一種偏見 但是當他內化的時候 比如我得了孕育症 我內化成我內心的一種羞恥感 一種定時感 他會阻止我去治療 當我經歷這種被歧視的時候 他是一種行為 他是一種態度到感受到行為 全方位都丟有的 所以史蒂格馬這個詞 如果要發音的話 要用三個詞去翻譯 就是偏見歧視和定時感 當我們公眾的偏見 我們使我們的患者 失去了工作的機會 失去了康復的機會 自我的定時感 讓我們不敢去醫院求醫 讓我們的求醫率只有4.3% 還有一個最重要的這種偏見 最後會上升到體制化的 結構化的一種機構的偏見 我們在我們的醫院 我們本身在我們醫院裡頭 做了一個 我們廈門市胡旅區的 青少年輔導中心 做得很好 也有一些年輕人都在這門輔導 結果有一天 有一個宣室裡的宣傳部長 經過我們的醫院門口 看到我們的牌子 就說 青少年怎麼能讓他去精神病醫院 做心理輔導呢 這個不行啊 後來就我們這個方 就終止了 所以當他這種體制化的時候 它是一個非常危險的 一個事情 我們怎麼樣處理我們的這種 是第一個 最好的是直接進行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看過TED裡頭 有一個人 他就是說他自己 曾經自殺未遜的經歷 他好像是從那個 經文大小上面跳下去 然後他沒有死 然後他在TED上面 反覆向人家訴說 他自殺是一個 怎麼樣的 傷害人的一個情況 那我們在 那個麥克里教授 在佩斯大學 就是University of British 他也做了一個這樣的實驗 他就說 召集一些抑鬱的學生 去教育周圍的人 抑鬱是怎麼回事 讓他們知道抑鬱並不可怕 他這個項目開始的時候 第一個月 一個人都沒有 第二個月 終於來了五個人 第三個月 有一百個人和他一起去 做這個人的教育 告訴人家 抑鬱是並不可怕的 我們直接接觸 讓我們能最大程度的消除 對抑鬱的恐懼 史蒂克馬是一個非常非常 造成一種社會傷害的 因為當我們受到歧視 受到偏見的時候 我們不敢去求醫 我們得不到公正的待遇 我們的待遇就越差 我們的待遇越差 就越受到歧視 越受到歧視 待遇又越差 它不斷不斷地 進入一個惡性的循環 在我們預防抑鬱的時候 最重要的是一個初級的預防 也就是說防止這個抑鬱的發生 那防止這個抑鬱的發生 大家都知道 積極心理學 現在非常熱門 也叫做幸福心理學 但是積極心理學 並不是說 要讓我們就變成非常幸福 每天都沒有悲傷 那是不可能的 它只是讓我們能夠 比我們說過去 因為我們沒有尋這個 極心理學的時候 能夠更幸福 我們每天的生活中 都有起有落 但是我們都有意義的時光 但是我們希望我們 不要得到利益證 但支持性的這種心理治療 它是一種心理治療的方法 但是我們可以用到 我們生活中的每一個方面 很多國外的朋友 到我們中國的時候 到大陸的時候 他會覺得 到中國大陸 需要一肯堅強的心 為什麼需要一肯堅強的心 因為他可能一走進去 像我這樣 如果一進去 看到多年門家的朋友 他電話說 哎呀 丁醫師 你最近又胖了 可能我回去了 我回去了 我回去了 就睡不著覺了 或者說 丁醫師 你今天看起來好像臉色不太好 你是不是最近工作很辛苦啊 他可能是為了關心你 但是可能我們就覺得 哎呀 走去晚上可能都睡不著覺 我的朋友給這個線上起了一個很好玩的名字 他就叫TIC This is China 請大家適應這個 如果看到這種情況 他說This is China TIC 因為我們確實來說 心理學還不夠普及 我們近代的心理學 很多的支派流遠都來源於西方 所以我們 不知道用心理學的方法 去對待我們周圍的朋友 怎麼樣支持他 支持我們的生活中 我們最重要的significative others 所以我們需要 學習這樣的一個知識 這樣也可以預防我們身邊的人 不在意義 同樣的 生物心理社會 靈性的這樣一個模式 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平衡的模式 最近北大陸院的一個精神科醫生 他去西藏資源的時候 就是得到肺性腦病 後來回來以後 他就本來是一個很陽光很開亮的人 後來就一直抑鬱一些自傷 所以這個生物學模式 預防這種導致育育的虛擬疾病 也是非常重要的 這些都是認知相關的一些方法 接下來我會講一下 我們會講一下 我們會講一下 我們講的這個 就是後來我們 我們這個調查裡的另外一部分 就是講了性物相關的一個指數 我們後來就調查這個抑鬱的相關的因素 是這樣的女性大於五十五歲 還有我們鄉村地區的人 他就是更容易抑鬱的 同時我們做這個多因素的 就是比較回規分析 就發現這個抑鬱的風險因素 它主要是說 主要是這個家庭的收入和這個婚姻狀態 當時我去調查的時候也走過了很多人的家庭 確實是說有一些老人 或者是貧困的人 才會有一些人 那我的一位同事呢 那他在新加坡學習的時候 就把我們廈門這個調查的數據 和新加坡的數據做了一個對比 它的對比呢 我們這個數據裡頭的老年人的 這個一萬兩千多里的老年人 一千七百零六例 和新加坡的一千兩百四十三例老年人做對比 那我們是在GFQ裡頭的兩個問題 那這個新加坡的話 是在這個老年抑鬱文章裡頭的兩個問題 其實因為這兩個問題是一樣的 所以是對比了這兩個問題 一個是幸福感 一個是無價值感 一個是無價值感 結果怎麼樣 你們可以猜一猜 哪裡的人更幸福 結果 廈門人更幸福 對 我們廈門大學進行院的校友 我也覺得很奇怪 當時找到了記者 還採訪了我們這位同事 廈門人更幸福 後來我們回去 因為我們所有的調查都有錄音 我們把一些老年人的錄音 調出來聽 就想一發現 為什麼廈門人更幸福 因為廈門老年人很多人都說 哎呀現在很幸福啊 有飯吃不挨餓啊 以前孩子還餓 不用擔心 現在看病 還有農村醫保 這樣 所以說他們的期望值比較低 我們剛剛走過 我們貧困的過去三十年 所以我們 中國這樣真行不成的機會 是因為我們的態度不一樣 所以我們更幸福 態度決定了我們的幸福 大家知道這樣的一個認知翻講 不是這件事情本身 決定你幸不幸福 而是我們對這個事情的看法和態度 我們的看法 我們的想法 我們的想法 和我們的interpretation 就是我們 就是這個stories you tell yourself 是我們自己告訴我們的故事 世界是一個 只有你告訴你這個故事 這個世界是怎麼發生的 它才會給你幸福或者是不幸的 這樣的一個前提 如果同樣的一個朋友打電話給你說 你跟他約好了 本來今天晚上七點鐘看電影 他提早快想的時候說 哎呀我今天晚上去不了了 他這個時候 你可能想說 哎呀這個朋友他要甩了我 他如果不是朋友 放我的鴿子 你也可能想說 他可能家裡有什麼幾事 那你這兩種想法 你的情緒就會不一樣 有一種你可能會交易抑鬱 有一種你可能會覺得 哎呀你會擔心他 你會去看他 我們不同的想法 決定了我們的情緒 也決定了我們的行為 所有的 我們經常 為什麼我們常常容易陷入到一些 短暫的抑鬱情緒裡頭 就是因為我們的負性思維 常常是自動產生的 自動思維常常都是負性的 當我在這裡咳嗽講不下去的時候 我的第一思維就想 哎呀大家會不會覺得 這個人是糟糕 這是我的自動思維 但是我可以識別到 我自己這種思維的歪曲 然後產生一種平衡的現實的思維 這平衡的現實的思維 並不是說 它都是幸福的一種思維 而是我們能夠考慮到 事情的各個方面 而達到一個平衡 我們常常跟我們的患者說 如果他把這個地獄的時候 他把事情看到很糟糕 我們等他會問他一句話 這個事情百分之百就像你想的這樣嗎 然後他會想很久說 那也不是百分之百 可能百分九十五吧 那我們就問他 那另外百分之五的可能性呢 另外百分之五在哪裡 這個時候 就是我們怎麼樣去讓他練習 識別他的這種歪曲的思維 我們有一些平衡思維的練習表 讓他識別複性思維 讓他列出支持他的複性思維的一些證據 比如說你覺得這個朋友 他說不要你了 拋進你了 那你什麼證據支持他 還有一些不支持的證據 讓你最後看到現實的結論 早期的這種發現 早期的發現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我們只能早期的發現了抑鬱症 早期的發現了抑鬱症 我們才能夠治療 但是我們現在包括一些 對這個初級保健機構的一些 一些這個培訓 但是我們現在 你們都要大陸進出了一部精神衛生法 精神衛生法的話 今天五月一號就要開始了解 那今天五月一號執行這個精神衛生法以後 我們的精神疾病的診断 只有精神科醫生才能做 所以的話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大的問題 我們很需要這個 primary care providers 基層的醫生 他能夠食品 他能夠抑鬱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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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們一個基層的精神病病 那我們怎麼樣 如果跟他得到治療 我們目前的話 我們在大陸是規定 所有的三獎醫院裡頭 都一定要有心理科 那我們下面都在做這樣的一個嘗試 我們現在醫院裡頭 目前都在設心理科 但是我們心理治療 目前是不能納入醫保的付費的 我知道全世界各國的情況不一樣 像美國的話 它是精神科醫生做的心理治療 是可以付費的 而其他人做的它是不能付費的 在其他地方都不同 那只有我們心理治療能夠付費我們的醫院 才能得到更好的治療 我們的目標是痊癒 而不是說症狀減少 為什麼這樣子 因為當我們的患者 結果第一次的治療以後 差不多只有百分之七十的人能夠達到全力 還有百分之三十的人 只有百分之三十的人能夠達到全力 只有百分之七十的人 不能達到全力 那我們第二次治療 在百分之七十的人裡頭 又有百分之五十的人能夠達到寧床全力 所以我們一定要保持一定有一定的必需的嘗試 經過多次的嘗試以後 最後還有百分之十的人會成為滿自信的利益 我們讓他們學會怎麼樣帶著症狀去生活 這是我們治療抑鬱症的一個規範化治療的指南 也就是說當我們優化治療 用到八成毒神的治療以後 有百分之五十的人 如果能夠達到這種寧床全力 剩下的沒有達到寧床全力的人 我們可以換腰部治療 可以換用同一類型的腰部 或者是不同類型的腰部 可以增加一些真效劑 或者是我們合併治療 如果還不行的話 我們可以用電修科 電修科治療 是非常有效的治療抑鬱症的方法 那現在有一些新的大腦刺激的治療 包括零酒承銀刺激素 那種反復的金融師刺激 還有深復的大腦刺激 這樣的一些治療 我們這些所有的治療 如果效果都不是很好的時候 我們要考慮我們的診斷 對不對 這個人他真的是抑鬱嗎 我們這一頭是單向的抑鬱 另外一頭是單向的造謊 其實我們的情感障礙 它不但是有分類的 並且它是在一個疾病圖上面 從這個單向抑鬱 然後到一直一直走到造謊 那我們這個病人 他真的就是單向抑鬱嗎 大家看一下這個抑鬱的 這個抑鬱的這個抑鬱 我們看到這個病人 他來看我們的時候 有40%的收上障礙的病人 他第一次來看我們都是抑鬱 並且情感障礙的病人 在他一輩子出現有症狀的期 他大部分都是表現為抑鬱 那這些抑鬱的 這是我們平常的情感線 那這個是情感比較低 往上是情感比較高 這是抑鬱 這是抑鬱 這是輕造謊 那當這些抑鬱的病人 來看我們的時候 他真的真的就是單 單純的單向抑鬱嗎 他跟上面真的什麼都沒有嗎 我們一定要仔細地問他 你有沒有過幾天 三到四天就可以怎樣去造謊 心情特別好 感覺特別良好 話多 和周圍的人都去交朋友 什麼的花錢 行為清帥 你有沒有這些表現 還是有你有造謊的表現 如果我們的雙向抑鬱 我們按單向抑鬱 他的療效會不夠滿意 接下來是預防的抑鬱 預防抑鬱的話 我們這邊有很多很多的這種方法 像這個清理教育 是指針對所有技術疾病患者相關的 這些教育 他都是能夠教他們怎麼樣識別症狀 怎麼樣保持藥物的 能夠堅持不要 怎麼樣增加藥物的依存性 我們也會做一些小盒子 讓病人去想藥盒 讓他去做 同時呢 我們還會有一些同輩支持 我們就做了很多的同輩支持小組 讓抑鬱症的病人在一起分享他們的故事 那最後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最重要的一點就是預防自殺 因為當這個病人自殺以後 那一條生命就喪失了 我們永遠也沒有機會再治療這個病人 那我們在我們這個調查裡頭 我們把其中一些 就是自殺餵水的這些數據 拿出來做了一個分析 那我們夏門市的話 這個自殺餵水的換定率是0.5% 然後因為自殺死亡的人數太低 當時沒有做到處境 當時我們分析的話 他主要在夏門的話 因為夏門很多人買就何財 但福建大家都買就何財 買就何財 所以我不知道澳門這個地方 大家都在賭 會不會想到這個自殺率 不知道你們的自殺率是多少 就是通常賭惡的人 自殺率會比較高 還有精神疾病 還有這個擺脫住院的 那大部分的人呢 他自殺的話是使用工具 那自殺的目的是什麽 其實往往自殺的人 他並不是真的想死 他是想能夠擺脫痛苦的人 那我們一定要問他 當我們混合這樣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問他 你是不是有想自殺 我們問什麽樣的人呢 我們問有自殺風險的事 我們什麽時候問 Not too soon, not too late 不能太早 也不能太遲 因為你只有跟他建立好了 這種關係 讓他信任你的時候 才能問太遲的話 他可能一起死 那怎麽樣問 如果我們問這個問題 我們感覺到舒服 我們不覺得便有 我們的心中 他們就會覺得舒服 我們一定要自信 我們問這個問題 我們能夠幫助他 自殺的人 他常常認為自殺 是一種解決方法 那自殺 它是一種解決方法嗎 是的 它是一種解決方法 你必須得 得給這個人承認 自殺是一種解決方法 但是 它不是一種好的方法 因為自殺 它是一種單向的一種 單程機票 你如果一旦走到這條路 就永遠沒有辦法忘回 所以它不是一個好的方法 它並不是想真正的想死亡 而是想解決問題 我們要跟它一起 尋找另外的方法去解決問題 如果你不詢問 那一條生命 可能就因為你沒有問而喪失 而如果你不能能夠早期的 失給那種自殺的意向 和自殺的形象 我能夠轉接它到 合適的幫助 我們就能夠挽救它的生命 所以 我們戰勝領域的方法 是從一級二級三級地方 所有的海外 特別為了嫁一點 防止自殺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Ding醫生 Ding醫生 請你都顧我 我們非常感謝Ding醫生 特別就是他 感受不舒服的時候 還給我們這麼好的講助 請問各位有沒有問題 提問Ding醫生呢 那我 第一次我就问一个简单的问题 我记得这个美国精神科医学院 他们的DSM-40R的数据 他们说这个终身的抑郁病的病发率 男性是10到12% 女性可以从10%到25% 刚才我看见厦门的病发率 我就感觉非常感动 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方法上的差异 而是一个实在是一个文化上 还有就是这个人际患性 加点其他的因素 我不知道你的感想是怎么样 可以给自己分享一下 谢谢好 这个问题非常好 因为我们其实说 在精神疾病学界 我们也对流星医学调查了这个数据 相差非常远 我们也一直在头痛这样的问题 为什么会相差这么远 我们下面调查的是3.3% 我们也去分析一下 我觉得这是一个文化方面的问题 我们当时的话 这个调查做完以后 我们还把我们的录音 发了二十个给这一股教授 让他去听我们的录音 因为我觉得我们做得特别低 听完以后他觉得我们录音都很规范 按照这个去操作 为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文化相关的问题 因为我自己我也 我也看了很多老外的病人在 像有罗马尼亚的 有自律的 有美国的 有加拿大的 我就觉得普遍像罗马尼亚 他们的文化可能会我们比较接近 就是我们中国人觉得 好像要生活不好 心系统不好才叫抑郁 我们的抑郁定义成心情不好 但是西方人他的抑郁定义成是 我不能体会到生活的愉悦感 我没办法体会到这个pleasure 我没办法体会到成功这种感觉 他就觉得是抑郁 所以我觉得我们只是觉得要悲伤才是愉悦 他们觉得只会不到文化就是愉悦 我觉得这个有一个差距 这个差距就是造成我们这个对的差距 这个我相信也是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 对 比较强的一个地方 是 非常感谢丁佳先生 谢谢 请问大家有没有问题啊 有一个很简单的题问 就是那个结婚的分离的问题 你感觉到分离的问题 跟那个抑郁也没有那个关系了 因为现在的那个divorce 就是我们的中国也很高了 不论是抑郁也好 还是自杀方面的研究 都证明婚姻 他是抑郁的自杀的一个保护因素 这是你公认的 所以还是要结婚 请问一下吧 有没有问题 请问一下吗 没有的话你就 找过这个机会吧 那我们感觉呢 再一次感谢 divorce的电影演讲 那我觉得时间差不多了 可能现在就我们这个t break 然后就再回来 我们就还有一个更精彩的演讲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很感谢金医生 也都感谢两位主持 那现在是休息的时间 跟昨天一样 我们场外面是有茶点 给各位享用的 我们稍后回来 再继续今天第二部分的练好会 稍后再见 欢迎订